台湾共同团持续的进行 在这个时刻也带大家 持续的看到来自于 军事法庭当中 关于今天揭押庭的一个状况 刚才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们 关于范左宪 依旧喜欢用那个眼睛鬼眼 不断的偷瞄镜头 当然更要关注的还有谁呢 就是陈奕勋 因为整个案情当中 他是最最重的那一位 凌虐致死不属罪 担起来很恐怖 最严重要到无奇徒刑 到底他为什么会是最惨的一位 他到底是替罪高遥 他正是替死鬼吗 为什么他的阿嬷说 其实真的是君子君主要你做 臣能够不做吗 在这里隐含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先带你看记者报道 洪中秋暗31号针结起诉 果然就向外界猜测了 陈奕勋成了高官们的替死鬼 一间扛下罪重罪名 上官戒事凌虐军人致死 恐怕得面临无奇徒刑 如果要冲死 如果要冲死就不冲 我也不冲死就不冲 陈奕勋的奶奶情绪激动 为宝贝孙子打抱不平 但军检指正利利 把一切错误几乎都指向陈奕勋 起诉书中痛批陈奕勋利用上官职权 对洪中秋失以肉体和精神上 违反人道的残忍训练 导致洪中秋身心健康和人格严重受创 陈奕勋一个人独自拦下重大罪名 成了军中的戴罪羔羊 陈奕勋的家人无奈 尽管妈妈到庙里烧香祈福 还是无法拯救儿子 军检侦办多日最后的起诉结果 不但无法说服社会大众 连被告家属也难以接受 中文新闻杨庄生 温思涵台北报道 好 真的是军要成死成能不死吗 这是洪中秋的阿嬷讲的话 这个是陈奕勋的阿嬷讲的话 那陈奕勋到底在整体事件当中 担起最重最重的罪名 有些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我们接下来就请 我们现在加入我们讨论的 这个资深评论员林曹新 所以请曹新又带大家来看 关于陈奕勋的部分 我们不断强调 7月18号 他在被关收押的前一天 他就说了 完蛋了 长官把真恐怕全推给我了 操练过程是有人指使的 现在不知道谁指使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记者说 他今天行使的是揭默权 这到底是上策还是下策 所以这就是一个 相当大的疑点 也可能有一个 劲爆的东西会出现 刚刚我们纪委员也提到 为什么这么好的时机当中 他可以陈述出他的一些委屈 他一个人要承担下来 开玩笑 这是无奇徒刑的一个行者 最好的机会 他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要保持牵默权 到底他在卖什么样的 葫芦林卖什么样的高用 这当中我的分析是 他可能知道某一些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在思考 是不是要把后面的人 或者是内情做一个交代 为什么 他如果这个时候不讲 最好的是 替死鬼 人家说是替死鬼 陈奕勋 他本来是 四月车才掉了这个269号 他本来是在兰子部 他在兰子部里面 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下次班长 后来才在4月1号 调到这里来 269里的下次班长 多久 三个月 一季而已 不然一季就应该要离开 三个月多久 对 到6月30号 6月30号 他应该要离开了 你说就要走了 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 他怎么样 他留在这里 当紧闭式的介护室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谁将他留下来 你说你借到来三个月 他是要有公文行走的 不是随便人就走 那谁长官叫他留在这里 当紧闭式的介护室 到最后才出问题呢 好 案子整个发生之后 在7月18号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他 兰子部的其他的同事就讲 别了 这边 事情大条 长官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我 这红通丘 就叫他走 根本是变我一个人搭 所以整个训练的过程 事实上 他以待保留着说 后面有人有些压力 所以到底谁下令 将他留下 谁又叫他 要去好好的 给他照顾一下 是不是范子线 或者是其他人 你说他是下市班长 顶着苏瓜顶 是不是要 必须要怎么样呢 有一些关系存在 或者是当中 我们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弊端存在 好 曹新哥 我们看最新的现场 这是徐姓正的家属 接押婷 还没有接受 徐姓正的家属就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赶快请记者 郑一针带您来看 好 目前在军检署这边 军高院还有军地院 是持续在开庭当中 有没有机会来交保呢 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过呢 在稍早大约 在五分钟之前呢 徐姓正的家属 一位女性的家属呢 是低头的不发一语 似乎是提前了 离开军检署 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呢 他始终是低着头 而且他一直都是 戴着墨镜 戴着帽子 似乎就是不想要 让大家认出来 那么目前了解到的就是 他是徐姓正的家属 那么在稍早的时候呢 军地院跟这个军高检呢 持续在开庭 那么这个范左线呢 又是一度的在偷瞄记者 而且呢当这个审判长 问他话的时候 感觉他是相当的虚弱 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还是什么原因呢 并不清楚 只是呢 他手上同样的都是 戴上手铐脚疗 那么脸色都不是很好 那么在陈奕薰的部分呢 他也是同样的 看起来表情 都是相当的沉透 那么先交回 彭内主播 好 我们谢谢益珍带大家 再看这次徐姓正的家属 但是呢 家庭还没结束 他们就出来了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们待会最新现场 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那么先来回到我们讲 陈奕薰 真的是替死鬼吗 对 陈奕薰这个时候都不讲话 保持签目的钱 到底他在 葫芦里在卖什么 是 他不讲 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在我的判断 是认为他 就像我们刚才纪委员 他在中毒 他在游泳 所以过期之前 也有可能 给他某一种承诺 但是卖了 不是 卖了我一个人搭 为什么在这里呢 7月18号的时候 他已经打电话 给他的同袍 讲说 不要 这人都要搭 果不出所料 到7月23号的时候 这个曹金生 曹金生 最高检的警察长 曹金生一副怎么样 一副官僚的样子 你说过 大家听不懂的女人 他这个时候 已经定调是 一人犯案 为什么跟这个中间 好像不谋合 同时你看 在前一天 7月23号的时候 他妈妈 我们刚才看的是 她妈妈 她妈妈说 今要诚实 诚不可不诚 心里一定有抱怨 说他妈妈 你死了 你机会没得到 因为这当中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他妈妈也好 好到 我们如果这个孩子 要怎么 他妈妈 本来要开个记者会 有些人到最后 忽然间喊卡 是不是军邦 有某些人 偷偷去跟他们家 说什么东西 按大人按乃什么东西 所以这整个过程 如果你陈英勋 真正不讲 他妈妈真正是变成了 到最后 真的是替死鬼 替死鬼是什么 因为整个案子 老实说 他的家族讲没有错 这个案子里面 他真的是首当其冲 真相百分之六十 差不多 但是我们要说 不能够做切割 连翻译的连结 在于另外一个部分 谁下的命令 谁一定要他关 而且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谁下的命令 是不是只有 何江中副理长一个人 这当中其实从这里 可能可以抓出一些 命格出来 所以陈英勋基本上 可能会应该会讲出 更劲爆的内容才对 是 这是曹新哥的一个分析 真的吗 在这个时候 陈英勋今天终于看到 自己被起诉的罪名 会发现 我们刚记者说到 他翻得很慢 字字句句 看完自己 到底被安上了 什么样的罪名 接下来部分就咻咻咻 翻译就过去了 然后看完之后 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他最后是 行使揭末权 这个揭末权 在这个时候来使用 到底接下来是怎么样 能够让真相出来 我们当然觉得 陈英勋如果 真的很清楚 知道全部罪 都要你来担的话 你真的为什么 要担下去呢 所以有华哥 刚刚看徐信正家属 也就早早就出来了 陈英勋使用的是揭末权 在思考最佳的时刻 他一名来 才要说实话吗 还是他们根本 不愿意说实话 那我还是建议 这些家属应该联合起来 去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因为今天现在收押了 包含何江忠 何江忠 陈英勋 徐信正 范左宪 你们还有郭玉龙 这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这是郭玉龙 因为只要郭玉龙 他肯讲的话 可以让陈英勋 他们全部解套 就我查证的结果 这条主线是在郭玉龙 因为叫陈英勋 不要超太凶 或者不要超得太over 全部都是先电话 先打给什么安检官 安官 打进去给安官 就是卫兵司令 就是我们讲的卫兵司令 然后有一次是由郭玉龙 去通知他们不要太over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这一些被起诉的 而罪责都很重的 我相信都是在帮长官担责任 只不过他们头脑要清楚一点 如果你认了这些东西的话 你很有可能是重罪 所以他的家属出来 或许讲到更多的事实 才能够把军高检的 以新市政为由 把这个东西推翻掉 不然的话 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最可怜 其实对洪佳人来讲 他也不认为 应该让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宝贝 去莫名其妙担起整体事件 因为他们也认为 绝对不是这十几个 这么小兵戒户士 就应该扛起这个业务致死 或是虐制死 这样的一个罪名 但是请教律师 我们会再问到说 为什么 沈律师为什么没有人 要当污点证人 在整个省 这个二十几天来 唯一听到一次的讲话 说陈以仁好像愿意 转当污点证人 但现在当后来证明 也并没有 大家就乖乖的 像郭玉隆 有华哥说 他签了保密协定 那么其他人是不是 也被迫签了保密协定 那这些就看出来 军方是多么的没有人权 这有可能的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 有没有回归一般司法 这还是最重要的 还是不断的呼吁 要回归一般司法 就是因为如果你说 你一直在国防部 这个体系 你在军检跟军省 这个体系 那里面也跟你讲说 如果说你不讲的话 到最后可能就怎样 我们可能跟这个 因为军法官本身不独立 现在情况就是 大法官都已经讲出 他就是不独立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当然可能会相信 这个军检跟他们讲的话 所以他们该讲的话 就不讲 或许他也可能会等到说 今天我回归 如果真的有办法 回归到一般司法的时候 我再讲出来 但现在怕就是怕 没有办法回归一般司法 就昨天这个国防部抵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昨天我有讲过 本身的国民党团 这个草案是有问题的 版本有问题 所以这几个问题 如果不赶快解决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得知真相 因为这几个人 才是最重要的证人 好 刚刚讲陈一勋 还有刚刚有华哥 不断的呼吁的是 郭宇龙在这里 扮演的关键角色 如果真相不说出来的话 你们就当替死鬼 就当太罪羔羊 真正你们的高官 你们的长官们 通通都没事 你只是执行指令 但为什么这时候 要扛下这么样的重罪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讨论